丹字里黄荣胜居生 全民团结慈善基金会创办人间主席 丹字里拿督巴图卡黄荣胜博士少校教授居生 他从小过着三餐不济的生活 在半工半堵下考获 美国休斯顿大学土部工程系学士学位 再考获澳洲阿德莱的工商大专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和领导学博士学位 他从一个穷小子努力打拼 最终在50岁之前达到人生所有的目标 历经沧桑的人生旅途 让他深刻领悟了舍的奥妙 丹字里黄荣胜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经常以身作折 抛砖引玉 带动社会一起行善 将慈善的力量发挥极致 他坚信成功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 而是你应用多少财富 为国家社会和族群贡献了什么 丹字里黄荣胜积极散播成功的种子 以超强的精神和坚持力 毫不吝啬地分享他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让追求成功的有志者 少走许多冤枉路 丹字里黄荣胜 结合东西方文化 军事和实际应用理念 独一无二的现代成功学 也让全球各国顶尖大学的学者 及学生们深受启发 包括世界第一的英国牛津大学 亚洲第一及世界第二十二的新加坡国力大学 中国第一及世界第二十七的北京大学 世界第三十的北京金火大学及苏世民书院 日本第二的东京工艺大学 日本神奈川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台湾原制大学 澳洲工商大专等等 本地大学有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吉兰山马来西亚大学 多媒体大学 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拉曼大学 拉曼大学学院吉隆坡总院 拉曼大学学院槟城丰院 南方大学学院 新纪元学院 英帝国际大学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澳洲思维本理工大学 沙拉月分校等等 我一生中认为成功 并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功的机会 但最终的是我们知道成功的 知识在什么地方 也是我一直在讲的 成功我们必须要有六个识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 我们的见识 我们的尝试 也不要忘记了后果于事 以及危机于事 最终呢 还是要有这个胆识 那这六个识呢 它制造我们一个 所谓的思想跟心态 人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有对的思想跟心态 因为我们的思想呢 决定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决定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性格 决定我们的行为 决定我们是不是在社会上受人的尊重 所以我在成功之后呢 我就完全我的心愿 那就是设立 三岁黄荣胜 全民团结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它是以部分种族 宗教背景 部分性别的方式 来造就全民的福利 当自己的人者精神 瑕疵大义 为国为民的利他原则 造要了私人 塑造一个富强昌盛 全民团结 和睦共处的社会 真不容易 但我一定能